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最接近太阳 表面满是撞击坑 没有真正的大气层 艾米注意到水星白天和夜晚的温差极大 接着 它们抵达金星 金星的表面气压极高 被厚重的云层包围 释放出强烈的温室效应 使它成为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 下一站 它们来到了地球 这是唯一拥有液态水和生命的行星 蓝绿的大洋和大陆使它别具魅力 然后是火星 红色的沙漠和最高的火山 奥林帕斯山 还有前河的河床和湖泊 显示火星曾有水的迹象 穿越小行星带后 它们到达了木星 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 有着巨大的大红斑 还有多重环绕的月亮 接着是土星 它有着壮观的环带 由冰块和岩石组成 它的月亮土味六上有液态水的湖泊和河流 天王星是太阳系中的冰巨人 它的特色是轴倾斜度极高 几乎和轨道平面垂直 并且它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甲烷 使它呈现出蓝绿色 最后是海王星 蓝色的大气中有着大风暴 成为黑暗风暴 而它的月亮名为衣上有活跃的冰火山 在探险结束之前 它们终于来到太阳 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热气体球体 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其强大的重力控制住整个太阳系 艾米惊奇地看住太阳的火焰和太阳黑子 回到房间后 艾米满怀感激 心中对太阳系的奥秘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位明天你都会有加热气阳和粉冄的轨道 通过池的火焰和.» 明天你都会有大量的热气阳 按摩拌 几乎的油管 双架白起进去 加热气阳的火焰ух 因为它是平几百多的火焰和太阳 或是加热气阳的火焰汁 加热气阳的火焰和太阳小时 也不容易双弃 attend断双方 那些火焰的火焰在这里 里面的火焰 液一下 Lavoe 在承拌 保存稀的火焰 粉�椒后 它是继续度射组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